皇帝坐久了 也会累的 也需要休息 这大概就是最近日本国民开始有的一种醒悟跟思考 而触动他们的应该就是8月8号 日本名人天皇一场非常罕见的电视演说 但在这篇演说当中非常委婉地提出他的诉求 让他休息吧 让他退下来吧 换言之就是能够希望让他自己生前退位 之所以委婉是基于他整个自己的身份 跟日本宪法的限制 他不能够直接表达 甚至不能去干涉未来整个修宪的运作 之所以困难 也就是因为未来要经过很多的宪法修正过程 才可能让他有机会去实现这种生前退位的愿望 上一次日本有这种事情已经早在200多年前 谁都不记得 而如今日本的整个国家的体制以及社会的发展下 虽然天皇已经不再是一个神人合一的角色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国民团结的象征 但他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 依然在法律上受到很多的约束 依然不能够做他的自己 当然日本的天皇这一个说法 也强调了日本皇室在世界诸多皇室当中 他们特殊的一种功用跟地位还有角色 日本的皇室普遍给大家感觉是严肃而且低调的 究竟他们的生活是如何 究竟名人天皇这二十几年来做得快乐吗 究竟日本的皇室如今面临了什么样的复杂问题 他这次的愿望真是只是基于自己本身年迈的考虑吗 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个日本最新的政治议题 7月23号日本皇室出现不寻常的状况 皇太子得人 二皇子邱小公被紧急召入宫 就连下架平民失去皇室头衔的亲子公主也来了 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正在酝酿当中 茶壶里的风暴终于揭晓 距离皇室家庭聚会仅仅半个月 名人天皇罕见地发表电视演说 首度亲自对外透露自己想要生前退位的强烈意愿 就连身后事都考虑周全 天皇的终焉时 天皇的终焉时 重大事件的连日 大概两个月之后 那后葬礼时的连日 一年之后终焉时 也难怪名人担心 年老时突然过世 会让日本社会停滞 因为他的父亲 御人天皇驾风时 日本社会就弥漫 字数氛围 自我克制不响乐 各地祭典停办 停止赛马 剧院关门 故事停止交易 就连耶旦节饼干的产量也奏减 因为全国根本无心过节 许多婚宴也干脆延期 或甚至不办了 天皇驾风对于日本社会影响太大 外传名人忧心自己的身后事 会遇上2020年的东京奥运 结果绕四年的筹备努力 一夕之间付诸流水 才萌生了提前退位之意 天皇陛下 好疲惧 一生懸命的被灾地 赴着的姿を見到 本当に倒れてもらいたくない という気持ちもありましたし 気持ちは頑張ってほしいけれども 天皇が100%できないなら やりたく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だろうな と思うと 辛くて感じます 名人天皇真的累了 高齡82岁 一般人早已营养天年 他却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每年要执行的公务 就超过千件 即使全年无休 每天要执行三件 才能消化得完 简直比一元逃贪还要累 根据统计 光是去年 天皇在皇宫接近外宾 就多达270次 到全国各縣市巡视 就有75次 这还不包括出国访问 5月雄本地震一个多月后 天皇和美智子皇后 随即深入灾区 进行当日往返的 急行军事慰问 体力负荷相当大 名人还是鱼类学专家 曾在国际科学期間 发表数十篇的论文 甚至还有鱼以他命名 就叫做名人鹰虾虎鱼 55岁就任天皇 名人是日本宪法规范下 第一位象征天皇 不能顾问国阵 却要与时俱进 他积极走入人群 在人民前握手贵姿 温暖抚慰心灵 根本是历代天皇 不可能做的事 公务繁忙加上年事已高 2003年开始 名人动过两次刀 心脏前列腺都有问题 但这位超敬业的皇室工作狂 却照常执行公固 2012年心脏手术之后 他参加三一振灾 一周年哀悼会 身体看起来明显虚弱 因为四天前才刚抽搐 胸腔积水 而这样繁忙的生活 对于年老多病的名人来说 真的太沉重 宫内厅提议减少公共 却惹得天皇不开心 与他证为这是宪法赋予他的责任 不希望失位速参 因而考虑身前退位 身前退位也引发天皇和首相安倍内斗一说 媒体报导指出 安倍最近推动修宪 让自卫队可以派遣海外 外界担心日本恢复二次大战时期军国主义路线 明人对此大力反对 但根据宪法规定 天皇不能插手政治 此时抛出了退位的议题 就是希望国会搁置安倍的自卫队出兵法案 先修宪更改皇室典范 外传皇室内部也是暗潮汹涌 皇太子德仁和继承第二顺位的弟弟文仁 不合之说造就不是秘密 明人就怕死后兄弟细强 造成皇室动乱 外界猜测天皇因此想早日退位 早日放手给德仁 在有生之年确立继位路选 减少障碍 明人可能成为日本200年来首位 生前退休的天皇 这也意味着平成年代的结束 届时皇太子德仁接班 新姓人马接掌宫内厅 新旧交替 预料将引发皇宫内部权力斗争 而天皇退位后的称号 角色和权限 甚至连年代名号都要改 可不是光说要退位如此简单 明人天皇的退位 原本只是一位疲累长者 表达退休的想法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事件 却让政治和宫廷的权力斗争 意外地扶上台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